第一个,请各位切到另外的工作表 上面这个部分的话 第一个也是一样 你可以把这边复制贴过来 贴过来,自己贴过来 这个都自己贴过来好了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要怎么样完成VBA 不过这个刚刚的做法 要全部转换成VBA 首先第一个 我要能够输出1到42的数字 利用VBA怎么做 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我用的是 也许我插了一个程序 名称叫1到42 不过你会发现 这个1为什么是国字 这个42为什么是数字 因为特别注意 它的那个sub名称 开头好像不能用数字 所以我只要打一个1 1到42,OK 那要怎么1到42 其实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背一个大概类似的口诀 先列再蓝 列的话一定是用I来代替 所以forI等于3到8 forJ用J来代替蓝 J等于1 这个东西你记得不能用英文 不是forA到F forA到G不行 它一定要是数字 所以forJ等于1到7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需要写两个回圈 forI等于3到8 这个是列 OK 然后enter两下 这边按tab键 然后forJ等于1到7 OK 然后一样enter两下 NAS 这个for对这个NAS 这个for对这个NAS OK 有一对的嘛 然后呢 在中间呢 按个enter 加个tab键 缩排一下 那我要输出到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储存格 以前我们是sales I列的哪一栏 不过栏的话会变动 所以后面的话呢 本来是哪一栏 现在的话呢 一样会变成不固定栏 那它会第一个会先从什么 从先跑一个3 所以先3 然后呢 进来的话是1 所以是第三列的第一栏 然后再来的话换下一个 所以J1会变成2 变成什么 一样是第三列的第二 第二栏 然后呢 第1类推栏 所以它会这样过去 然后再这样过去 一直到最后 跑完为止就跳离了 OK 那我们的公式是什么呢 其实呢 就跟刚刚一样 刚刚是column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设啦 我就是概念上面 跟刚刚一模一样 我们刚刚输出是只有column的话 这个地方本来是输出 column用J来代替 输出的话怎么样 1到7 那我刚刚加上什么 加上列 所以列的话呢 是I 用I来代替 所以呢 特别注意哦 I减掉的话 它现在的列 它现在的列是3列 所以减掉3 乘上多少 7的倍数 基本上呢 几乎一模一样 我把它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输出 有没有 1到42 一模一样 有没有发现 所以哦 这个写出来的结果 跟刚刚第一个阶段 一模一样 OK 所以如果说 但如果你不熟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回不去了 把这个拿来比对一下 那第二阶段的话 我们做了什么事 星期几 放在哪里 当然这个已经做出来了 我是把它放在那个 这个位置 因为我这边6 2016的6月1号 是在第四个位置 那礼拜三 所以呢 我势必要能够把它放在 哪里呢 放在这个位置 那我该怎么做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不是加上什么 L4 我要跟大家讲 减掉L4 加1 对不对 那特别注意 我刚刚L4 有把它按F4锁起来 那我讲过哦 如果以后呢 你固定的位置的话 一律用什么 一律用range 减掉那个range L4里面的东西 然后再加1 把它原来位置加上去 那再把它输出上去 所以第二阶段 我是把上面这个 第一阶段 贴下来 第二阶段 然后呢 就是日期的部分 我跑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你加上这个逻辑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 那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跑出什么 跑出那个 我应该放的位置在这里 但是哦 有没有 这个地方减掉它的位置 把它原来应该有的位置 加1加回来 所以应该放在这边 然后1一直往下 但是哦 再来会需要怎么样 把小于1的东西 不要显示 把大于L3的东西 不要显示出来 留下我要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要留下我要的部分的话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第三个阶段 逻辑判 逻辑判 那前面好像讲过啦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中间的地方哦 其实这个是延续下来的 我因为这一串哦 太长了 刚刚是复制贴贴贴 可是变成贴贴三次 那有没有比较聪明的做法呢 其实在VBA里面撰写哦 一般是这样啦 你干脆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的结果 先放在哪里呢 放在一个X好了 那以后呢 就用这个X来代替就好了嘛 X如果小于1 或者是X大于L3里面东西的话 Zen OK 如果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或嘛 其中有这个条件出现的话 那我就输出空置串 反之的话呢 就输出X 这个逻辑基本上呢 跟刚刚的那个逻辑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呢 是把它改写成VBA OK 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第三个阶段呢 把它输出 执行 OK 各位有没有发现 小于1 跟大于L3 那L3的话是30 的 通通就变成空置串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 这些逻辑吧 因为这前面都有写过啦 所以我快速扫描一下 最大的不一样 可能是这个地方 我把它先丢给它 用它来做判断 这边是if 偶尔 什么第一个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 then else是反之 end if 这个也是固定结构了 然后输出一个空置串 好 再来的话呢 你这个部分做出来 大概应该就完成了 其他的话呢 顶多就是说呢 我如果要执行 它的话 我有一个比较 蠢的方法是给它清除 再执行 那可是有同学问说 老师那如果说我下拉 比如说我 比如说换一个 换一个月份的时候呢 奇怪了 下面怎么没跟着动呢 那 这个时候可能就是比较笨的做法 你必须要先清除掉 再执行 一月份才会出现 那你想说 这样好像有点怪怪的 我哪里怪怪的呢 应该是不是 为什么不能直接这边点选的时候 里面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把下面的东西变更掉就好了 就不用说 我这边选了一个 然后呢 我还要再去按个按钮 或者是说在VBA里面执行 这样好像比较不聪明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我希望 就是说如果 哪一个储存格呢 这个储存格 或者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有改变的话 那我就自动怎么样 去触发那个万联利那个程序 它就会自动帮我跑一下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VBA里面有没有办法做到呢 当然可以啦 不过这边的话 那你可能要需要知道 VBA里面的一个 就是事件驱动的一个概念 什么要事件驱动呢 就是当你怎么样 诶 这哪个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 那你会发现呢 在你的 这一个VBA里面的 左左手边这边 都会有对应工作表的名称 那其中的话 我们第二个序责二这个 这个 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之后的话 其实这边也可以写程式 那写什么呢 特别之后 主要是当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 执行什么程式 那特别之后 因为我们需要是吗 如果当这个工作表里面 有一个 应该有两个储存格 哪两个储存格 C1跟F1里面的资料 假如有被改变的话 C1跟F1有改变的话 然后呢 我就才呼叫 所以Change 特别之后 这边把事件名称改成Change 其实Selection Change 跟Change最大的不一样是 Selection Change是选举区域的变更 那可能有些效果你做不出来 然后你如果没有选举 它就不会有发生效果 所以记得把这个事件呢 改成什么 改成Change 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知道说 到底 那个Change 因为当工作表里面改变的话 它会利用什么呢 利用叫Target这个物件 告诉你说呢 你有 里面有资料改变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们可以藉由Target这个物件 去判断说呢 变更的那个储存格 是不是C1或F1 所以这边的话 可能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 If Target 所以它会用Target这个物件 告诉你 DN Address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DN Address 就是它的 这一个 位置的话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C1或F1的话 那我习惯是这样的 我用双 这个Dollars Dollars C1 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或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打一个 or 或者是什么呢 F1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把刚刚的东西贴上 假如说呢 它Change 工作表里面Change的是 C1或F1的话 Zen 空一格 Zen OK 然后呢 才去做什么呢 去执行 那个万年利那个程序 那因为我名称 我的那个刚刚万年利是写在Module 不过Module基本上是可以被呼叫的 所以呢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万年利的程序复制一下 然后呢 切到你刚刚的这个位置里面呢 就给它一个叫Call 呼叫 你不用说直接把那个万年利整个程序贴过来 你直接呼叫它就可以了 Call万年利 OK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我们要的动作 我刚好那写的位置 我看一下是不是 我是写在 复制一下 我写在这边好了 OK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做完之后的话 将来啊 如果你触发什么呢 触发这个 假设我今天呢 这里面如果你没有变更 它就不会变了 如果你有变了 换了2017年的话 它就会怎么样呢 去触发刚刚的那个程序 会自动怎么样呢 帮你变更里面的资料 并且执行万年利 执行万年利 这边应该是这边才对 那特别注意 你执行的话 因为我是把那个工作表的事件 写在这一个工作表 所以特别是对应的话 你如果执行这边是不会有效果的 一定是执行什么 执行的是 我指定的这个工作表 是这个工作表 OK 然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如果把它改成五月 点一下 你会发现 底下呢 会跟着改变 六月 OK 所以你会发现 当 你变更的那个是 C1或F1 才会去做那个 如果你其他 其他栏位会不会改变 如果其他栏位的话 其他出生格如果改变的话 它不会影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做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那总共会有四个阶段 所以这个快速的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你可以从第一个 就是1到42 就这个 第二个的话 就是加上那个星期几的 第三个就是我们万年历 第四个的话呢 就是呢 如果你加上什么呢 这个事件 就是说呢 当工作表 拿工作表 这个工作表有改变的话 就做呼叫万年历的动作 我给它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所以如果将来呢 常常用的是 你下拉清单里面的资料 如果有变更的话 那你可以再利用 刚刚所讲的 就是Change 哪一个出生格 Change 比如说某一个 你就只向那个出生格 我们这边是C1或F1 如果C1或F1里面的资料 有变更的话 那就特别注意 你就模组里面只要写好的 你不需要抠到那一个衣服底下 去让它执行 你就直接用呼叫 呼叫万年历 你帮我去把里面的日期 全部重新跑过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会自动帮我把那个里面的资料 全部都盖过去了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产生 这个我们要的效果 那这两种方式 各位可以比较一下 哪一个当然 比较这个 这个这个 如果你将来有类似的需求 你就可以把它套用上去